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帮团专家李敏到底发现了什么 让他和求助人吴文庄各执己见 吴文庄裂果的菠萝还能否补救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拯救裂果的菠萝》 圣像是徐文菠萝陆续成熟的季节 这片土地上种植了35万亩菠萝 每年的产量高达70万吨 在徐文有十几万人以菠萝为生 吴文庄也是其中之一 你看这个 爆裂 往后面更多 这里都没有水收到三绳 然后就淘汰在地里面 烂在地里了 血本无归了 本是收获菠萝的季节 吴文庄的地里却出现了大量裂果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呢 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 本期节目求助人吴文庄 求助问题 菠萝裂果 接到求助 帮小哥第一时间赶到徐文县龙堂镇 哎呦 这真扎腿呀 这个叶子 地上的那个叶片嘛 叶片的末端都有一些稻刺 就像割木头的那个小锯子一样 走在里面 鞋和小腿特别容易被刮到 种菠萝的果农非常辛苦 刚才我们这一路过来的时候 看到这好多这地上种的全都是这个菠萝 是不是啊 是 菠萝之乡 全国菠萝基地是喜欢最多了 充足的阳光和降水 23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 富含有机质的红土 这些都是徐文县成为菠萝之乡 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片土地也因为菠萝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切开盔甲一样结实多次的表皮 甜蜜多汁的果肉呈现在眼前 菠萝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除了含有多种糖类 粗纤维和有机酸 还含有人体必须的多种维生素 菠萝还含有菠萝蛋白酶 它可以分解蛋白质帮助消化 用菠萝入菜不但滋味酸甜让人食欲大增 与肉食搭档还可以健脾胃助消化 从此菠萝有了水果和菜的双重身份 这一大片全都是您家的菠萝地吗 对 这一大片都是我家的 那这是什么品种啊 这个是引进回来新品种 叫台农十七号金钻 本称那个土品种是叫爬梨 那附近种这个品种的农户多吗 不多 吴文庄说的巴黎菠萝 是徐文献的果农 从20世纪20年代 就开始种植的一个菠萝品种 目前徐文献90%以上的面积 种的都是巴黎菠萝 巴黎菠萝的单果种 750到1500克 果形中等 果皮刺多 果眼深 口感酸甜 美金售价在一元左右 而新品种台农十七号 也就是金钻菠萝 单果种在1500克以上 果形大 果眼浅 滋味甘甜 美金售价能卖到五元以上 既然两个品种的经济差异 相差这么大 为什么果农种的不多呢 很多人想种 但是没有技术不敢种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种出来的果 就没好萨收 就表皮就爆裂了 表皮爆裂 就是那个裂 这里你看小小就有了 就这个小坑就是吗 对 这个小坑就是 上面也是有裂开的 一个小纹路一样 波罗有一层结实且多次的表皮 它像盔甲一样保护着甜蜜多汁的果肉 而吴文庄说的爆裂 就是在波罗表皮上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开口 这样的果子也被叫做裂果 今年波罗的价钱很好 可一旦果皮裂了口 波罗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我种的这批它还没成熟 还差一个月 现在还小过 看起来它看不太明显 但是那边裂的还很多 比较明显 这片地里的波罗还有一个月收获 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波罗出现裂果 但吴文庄另外一块已经收获的地 波罗的裂果情况还要严重 你看 这个地方也裂了 有裂了 各个都是一样 哎呦 这也是 对 这种坑 对 是吗 很心疼 这也是 这能打开看看吗 里面是啥样 先给你看 从这个切口这能看出来 就是这边是裂的那个皮 裂皮的里面的颜色 跟两边还是会有区别的 我想可能就是零星的会出现一些这个情况吧 里面全都是坏的果子 真的没想到 那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这果子开始有裂了 快要熟了 才收了 那个时候才发现比较明显 已经收获的20亩地 吴文庄原本预计 可以收12万斤菠萝 没想到 却只卖了不到三万斤 连本钱都没有收回来 面对即将成熟的50亩菠萝 又发现了裂果 吴文庄很着急 这都家里人是吗 都家里人 哦 您好 您好 这位大哥 您好 哦 大哥 这位小弟 您好 您好 这都 大家一家人都在这呢 我先来这里 忙一下 帮忙兄弟 大哥大 小弟都很辛苦 哦 小哥来做 谢谢 谢谢 吴文庄的家庭农场 是兄弟三人一起联合出资经营的 两年前 就是他看准了金钻菠萝的市场价值 提议兄弟们一起经营家庭农场种菠萝 我们这个土菠萝有些时候一块钱两块钱批的很低 金钻 批五六块 七八块 价格翻了好几倍 翻了好几倍 心里痒痒的 就是想办法搞这个种苗会来种 但是就是很难 没有经验 原本想带着兄弟们一起挣钱 没想到今年眼看着要赔了 吴文庄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现在还想坚持继续再种下去吗 希望还是有的 看好这个市场 必须要经营下去 我就觉得一家人能把心 能把劲都使到一块 挺难得的 为了帮吴文庄解决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一位擅长菠萝种植的帮帮团专家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李敏 管理3.28万亩菠萝园 种植金钻菠萝七年 裂果率不足5% 在广东农肯弘兴农场的一号菠萝基地 李敏正在带领工人进行采摘 要选果要选好 现在温度高 一定要保证质量 手一点都分开 4100亩的种植面积 全是金钻菠萝 预计产量能达到1.23万吨 这个要麻将齐好 这里露了一个尾套袋 你把那个套上去 您好 您好 欢迎 欢迎 看看您这边这果子 这个头可真不小 这要两斤多三斤吧 鸽子手里都感觉沉甸甸了 看比我这巴掌还大 同样是金钻菠萝 李敏种出的果子明显果形更大 个头均匀饱满 每个都能超过1500克 我们试一下吧 采下来的果实需要运输 根据销售市场的距离远近 果农都会根据不同的成熟度 进行采摘 成熟度刚好的菠萝 果皮脱去青色 微微泛黄 一切开 就能闻到菠萝特有的浓郁香气 天特别热 本来我只是觉得吃西瓜才比较酣畅 但没想到吃菠萝也能像吃西瓜一样 那种感觉 水分特别足 而且甜的很舒服 这个金钻菠萝它就特点 就是那个纤维扫 枝多嫩滑 真好吃 脆嫩多汁的金钻菠萝 拥有最适合大众味蕾的糖酸比 以及层次丰富的口感和芳香 这就是雷州半岛 独特红土孕育出的美与好滋味 这种情况 全身都裂了 吴文庄种出的菠萝 为何叶片普遍发黄 你看它的叶片红中带黄 平地种植还是奇隆种植 这和裂果会有怎样的关系 肯定种不出好的东西了 黎敏最终能否找出 吴文庄菠萝裂裂果的原因 拯救裂果的菠萝正在播出 黎敏种出的金钻菠萝 不仅口感好 裂果率还低 那它能否帮助吴文庄 解决菠萝裂果严重的问题呢 李老师你看看 这皮它还没成熟 还杀一个叶 这个叶子有点黄 太阳猛 太阳猛是吗 我感觉是这样 看看这几个怎么样 这几个 你看 这种情况 全身都裂了 再看这个 这个稍微有点裂 这里都有了 有几个裂很猛 这个也更明显了 这个全部都裂了 你看那个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看 这个没裂 这边这个也一样 没裂 质量梗梗的 这个 李老师那您是怎么套着袋子就能分辨出来哪些是裂果哪些是不裂的果子 我们主要看它的叶片颜色缺这个钙霉了 怎么从这个表现上就能看出来是缺钙和霉呢 你看它的叶片红中带黄就是缺叶绿素 叶绿素呢是由这个霉来促进的 如果缺钙呢就容易造成裂果 在菠萝生长的过程中 钙元素可以促进纤维生长 如果出现缺钙的情况 果皮的生长速度就会慢下来 这是因为果皮主要由大量纤维组成 但由于果肉含的纤维少 所以生长速度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一旦菠萝缺钙 果皮的生长速度跟不上果肉的膨大速度 就会发生裂果 还有其他问题吗李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 你这个没齐笼 李敏说的齐笼 就是种菠萝之前 在地里挖出等距离的钩 钩与钩之间 高出地面的部分 就是笼台 把菠萝种在笼台上 而吴文庄没有齐笼 把所有菠萝种在平地上 你这个没齐笼 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我是想 我们是山上 这是山坡上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地 不用齐笼 我是这样因为的 那肯定不行 肯定种不出好的东西了 关于菠萝地是否需要齐笼 吴文庄和李敏有不同的看法 而在李敏看来 是否齐笼 隐藏着吴文庄 菠萝裂裂裂裂裂的 另一个原因 李敏邀请吴文庄 到自己的地里 眼见为时 李敏的基地里 菠萝长势如何 竟让吴文庄羡慕不已 表光很漂亮 雷雷硕果的背后 藏着哪些 可以避免 可以避免列果的门道 保证它的叶片 都保证叶绿素的充足 品种多样的菠萝 又给大家带来了怎样的 味觉盛宴 拯救列果的菠萝正在播出 欢迎来到我们菠萝产业园 你看这边这块地 很快就到收获季节了 这边这面积感觉特别大 这个基地有700多亩 咱们到这里面去看看 咱们这批菠萝怎么样 现在这看过去 感觉一排一排的都青绿青绿的 这批果长是还可以 看一下 您看看这边有没有裂果了 吴大哥 表光很漂亮 你看这个质量还可以 这个大的有没有 这皮还是青的 皮还是青还不够成熟 但是它没有裂果 我那边爆裂的比较厉害 确实是没有 确实是没有 你看看 确实是有技术 随便拔一个都是一样 你看看 好 它们种植的果的质量 比较均匀 颜色各方面 果也没有裂果 不光今年 早在三年前 黎敏种植的金钻菠萝 裂果率就已经降到5%以下 一级果能达到80% 而吴文庄的裂果超过一半 两个人在管理上 究竟有哪些不同 会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呢 我们按我们的管理方法呢 就是保证它的叶片 都保证叶绿素都充足 就不变黄了 黄色的 这些不适 在吴大哥那边就看到上面这个 是有好多发红发黄的 这边我觉得远远地看过去 基本都是青绿的啊 感觉也都比较粗壮 高度也都差不了太多 说明它的元素了 还是充足的啊 黎敏种植的菠萝 叶片颜色青绿 没有发红发黄的现象 它除了底肥和锥肥 每年还要喷湿两次叶面肥 给植株补充钙 铭等微量元素 而吴文庄的菠萝 没有单独补充微量元素 所以导致大量裂果的发生 看一下我们这里 为什么跟你那边有区别 你这边就是奇隆了 还有钙毛了 我呢就是平地种 对了对了 在哪呢 看出来的 你看 看那边有立膜了吧 那李老师那这边 为什么要去奇隆 再附上这个膜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奇隆呢是为了 那个排水 菠萝洗温耐汗 如果在做果后 遇到降雨 排水不及时 果实在短时间内 吸收大量水分 就容易裂果 吴文庄种植菠萝 没有奇隆 平地种植 降雨后排水不畅 是导致菠萝裂果的 第二个原因 中心状还是 严格按这个技术措施来 来来操作 我们现在 都是遵循这个研究的 宁愿投资大一点 也要把它弄好 种得好之后呢 给的价钱都一毛钱 五分钱 它那个什么本都回来了 是吧 对对对 通过参观对比 吴文庄意识到 要想避免菠萝裂果 及时补充微量元素 和奇隆种植 做好排水工作 至关重要 除此之外 为了丰富吴文庄 对菠萝品种的认识 李敏还带两人来到菠萝基地 品尝不同品种的菠萝 近些年 像李敏这样的新农人 越来越多 他们注重对外交流 用心学习新技术 更多的新品种菠萝 被消费者品尝到 这个芒果前年才开始引进 今年开始挂果了 是不是有点芒果的味道 这个我感觉吃起来 不仅仅是有菠萝的那个香味 还有一点芒果的茴香在里面 甜蜜蜜 这是台能16号 嗯 怎么样 硬 这个纤维感觉是更多 金菠萝 金菠萝 我觉得这个品种的这个甜度和甜蜜蜜 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这些年 我国农业飞速发展 菠萝新品种新技术很多 每个品种的果形 口感都不相同 我还有个奇怪的事 安德老师 就是我们平时在家 吃菠萝的时候 其实都是要切成块 拿盐水去泡 然后一块一块去吃 在您这儿我怎么感觉吃菠萝像吃西瓜一样 对 这是品种跟那个传统的巴黎不一样 这个就是要泡盐水的巴黎品种了 老百姓习惯性地认为 吃菠萝需要泡盐水 就源自这个叫巴黎的菠萝品种 巴黎菠萝口感偏酸 人们喜欢在吃之前 把果肉用盐水浸泡一会儿 这样会让口感变得更甜一些 而且以前菠萝品种没有现在这么丰富 消费者吃的最多的就是巴黎菠萝 所以就会有一个 吃菠萝需要泡盐水的印象 相比较起来 它应该是酸一些 其实我觉得这么对比着吃 这不同品种的口感 水分 糖度 这个区别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 从2015年到现在 农场已经引进了17个菠萝新品种 无论哪个新品种 都需要在农场的试验田里 种三年以上 才能扩大推广 品尝完菠萝 无文庄更加明确 要想把口感好 品质佳的菠萝 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除了品种要优化 更离不开科学化 精细化的管理 咱们开干算 一人一行 各行找一个 帮帮团专家李敏 会采取什么措施 帮无文庄把损失降到最低 帮助它提高叶绿素的光合作用 还有那个纤维的生长 一般改造 无文庄的菠萝地 即将迎来怎样的变化 拯救裂果的菠萝 正在播出 为了及时解决 无文庄菠萝裂果的问题 李敏和邦小哥 带着工人 再次来到他的菠萝地 针对他目前即将收获的菠萝 出现的轻微裂果 李敏会想出什么样的办法 进行补救呢 杨老师那今天咱这主要是做什么呀 喷一点那个微量元素叶绿肥 帮助它提高叶绿素的光合作用 还有那个纤维的生长 降低它的裂果率 虽然这片菠萝地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收获了 李敏还是想尽最大的努力 帮无文庄减少损失 在补充微量元素之前 先要把植株的老叶去掉 已经老化的叶片 不能再进行光合作用 还会消耗新补充的微量元素 把它们去掉以后 可以让养分集中提供给果实 从而降低裂果的发生 梁老师我看您这喷雾器都背上了 接下来是要干什么 主要是补充那个钙镁 我们这个这一壶水呢 是15公斤 就用大概用10克的那个多元微肥 它的微肥里面就含多种元素了 按这个比例去配比就可以了 多元微肥 这是一种能溶于水的微量元素肥料 从金钻菠萝做果到成熟的三个月期间 每个月都要喷湿一次多元微肥 给菠萝喷丝多元微肥以后 能够促进叶绿素的生成 加快纤维生长 果皮的生长速度和果肉一致 就能有效抑制果实地开裂 由于消费市场不断升级 徐文的菠萝产业也面临着挑战 越来越多像吴文庄一样的菠萝种植户 需要学习科学的种植理念 才能将菠萝的品质稳步提升 在全国的菠萝市场中 占据有力的地位 最近吴文庄给我们发了一段手机视频 自从李老师跟我讲了 凤梨为什么会裂果 我在菠萝 在凤梨生长的过程中 我注意补充了钙美等微量元素 在种植方面 我按照李老师的方法 开膏 齐笼 盖模 然后再种植 客人来收购都很满意 果实构构得很漂亮 相信明年赏量会更高 果实会更漂亮 感谢栏目主 感谢李老师 精心饲养的稻田和系 为何总是长不大 这也都一两到一两二 平均价格来说也都二十块钱 帮帮团专家层层排查 能否找到真相 那这个是差不少啊 按照您这么说的吧 这个差的很多 面对求助人的问题 帮帮团专家会如何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